她的傷口是被人蓄意用釘的木棍吐下去 她們的大腿是被人蓄意用割刀割開了 其實都想找到地方收留她們 但是有時候不知收留她們的人 是不是真的對她們好 這間位於上水的髮型屋 老闆娘一直都很關心區內的流浪狗 還開放了店裡給五隻浪浪用 她們現在有五隻一起共同生活 有啡妹、黑仔、黃仔、二妹、大妹 每天我開工她們會很準時回來等我 如果打風、下雨、太熱 我沒有工作就讓她們進來店裡 她們很乖很自律 因為地方太小了 因為見到有客人進來 她們會很平靜地慢慢彈起來 慢慢地走回門口 留一些位置給我做事 六年前 我認識她們的時候 我不知道她們幾歲 她們都很健碩 她們都很健碩 經常都是受傷 我就救了她們去看醫生 自此之後她們就聞到味道 就回到這裡找我 雖然她們這麼乖 不過也不是人人接受到 她們很常被人蓄意去弄傷 因為其實人們不明白 可能她們不是特意害怕她們這麼大隻 有個女人拿電的棒 就特意拿東西吃來引她們 一電狗就廢,她就錄音 然後打入龍柱 老闆娘說現在當她們是親人 奈何自己能力不足 生意其實不是很好 我幸福有時候 可能經常只有兩三個 可能租金都未夠 你要餵飽她們 如果你要買雞肉回來 起碼要八十元一餐 那我就 我沒有那麼偉大 我做不到事情給她們吃 那我就買些乾糧 我每天都有這樣想 不過我住的公屋是沒有可能 我店裡是沒有可能讓她過夜 因為一關門就密封了 我下閘 她們就看著我 我跟我說再見再見 她們就很不捨得眼神 沒什麼可以 有時候她們就不讓我走 即是跟著我 我說你們呱呱來平安 明天我要回來 每天都回來 其實都想找到地方 收留她們 但是有時候 不過如果 又不知道收留她們 那些人 是不是真的對她們好 東網電視記者羅偉龍 陳日朗報道 東網電視記者羅偉龍